这个人要是再稍微忙了点就好了 我不得意那个短头 你觉得多咋的 就像不看似的 相亲现场 短发大妈第一眼就遭到了大爷的嫌弃 但当大爷了解了大妈留短发的原因后 却让大爷顿时转变了态度 哎呀张姨 哎呀可算欠着 相亲主角张彩霞 张大妈60岁 上号养老金每月3200元 住房面积130平 你你是短头一直短头发吗 短头发 啊对 短头发住多少年了 你好多年 18岁这样 看这是我18岁 你18岁开始留短头发了呗 张大妈从18岁开始就一直留短发 除了留短发好打理以外 张大妈留短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感觉你的性格就是挺那个爽了 爽了对 啊你是这种性格吗 女汉子吧 你说你是自己是女汉子 是 张大妈的老爸在2013年时突发脑出血 幸亏抢救及时才保住了性命 从此他却丧失了自理能力 全身瘫痪 瘫痪 对 你不会说话 就是不会全在床 都给咱们自己 在张大妈的悉心照顾下 老伴竟神奇般的多活了六年半 老伴离开之后也有很多人给他介绍 却被张大妈晚言谢绝 问我 都挺好 那不行 我答应人家了 真的受伤 那如今的张大妈 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这个七八岁的他当过兵 啊 为啥就是想找个他当过兵 恭敬本分 年龄比他大七八岁 并且还要当过兵的 这说的不正好是罗大爷吗 罗大爷67岁 算哦 在部队中心的 啊 当过兵啊 空八十 空军 这个是哪个当兵 嗯 就是都是在部队的时候 那能拿一个 可以拿一个 罗大爷曾经是一名光荣的军人 当时还在部队 惊人介绍他认识了前老伴 老伴的贤惠与顾家 让罗大爷的父亲一眼 就相中了这个儿媳 他说你要找这个媳妇吧 最起码呢 十年不在家 你再回来这个家还是这个家 他不会像你那个照三目四 找这样的你省心 罗大爷的老伴 真的没有让罗大爷失望 当年他在山西当兵 每年只能回一次家 是老伴千辛万苦 毫无怨言地经营着这个家 可能是这种巨少离多的生活太辛苦了 1993年老伴就不幸患上了癌症 在老伴生病时 罗大爷还在部队 多亏了小姨出手相助 提到去世的老伴 罗大爷不禁山人泪下 当年为了履行军人的责任 让罗大爷对老伴留下非常多的亏欠 从部队转业之后 罗大爷决定要给老伴治病 在罗大爷的努力下 老伴竟神奇般地活了19年 老伴已经过是十几年了 现如今罗大爷想为自己找个老伴 那罗大爷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了解了罗大爷的择偶要求后 红娘觉得她跟张大妈很合适 那张大妈会是罗大爷所要找的那个人吗 我姓罗 我叫罗宝财 我姓张 张才侠 我个婶 我个婶 你好 你好 刚见面张大妈对罗大爷的个头就不太相中 这个人要是个儿再稍微猛了点就好了 但是咱先看看 这个人如果说咱这么大事实了 只要说他这个人实在在一点 对我好 这个个儿是不不成的 而罗大爷对张大妈的短发也不太满意 我不得意那个短头纹的 你觉得短头的咋的呀 就像不受看 就是你喜欢女的留长头纹 对 稍微留着长头一般 看得出二人都觉得对方的外貌和形象有点小瑕疵 但都选择了包容 因为他们都想找个一心一意过日子的人共度余生 在罗大爷的家参观了一圈后 张大妈发现张大爷干净的优点 这个是除当兵的时候 那是当兵的时候 明清 当过兵 除当兵啥兵 空帽师 了不起 喜欢当兵的 正好他也当兵 挺好的 一听罗大爷曾经当过兵 张大妈更加满意了 接着往下一落 发现二人竟是同一个单位退休的 出记啥 出役的 出役的 出役的出役的 这让两人对彼此的好感度增加了一分 知道张大妈今天过来 罗大爷一大早就准备好食材 听啥 说 你看看 准备啥了 都准备啥了 我给你找 一到做饭 那是张大妈的强调 张大妈拖下背衣匙向厨房走去 两人在厨房的默契配合 让罗大爷产生了家的感觉 罗大爷还准备了现活面准备包饺的 这也是张大妈的强调 看着张大妈娴熟的火面手法 罗大爷从心底里高兴 通过这一段的互动与接触后 张大妈也捕捉到了罗大爷身上的优点 不管是会不会人家的啥 做不做饭 人给你啥都给你准备了 那就挺好的 你有这个心 对吧 一人在这儿 他说话真的挺好的 菜还没炖好 两人又一起包起饺子来 罗大爷问起张大妈的婚姻情况 你二人呢 我爱人 一人四吗 一人四 你表的 张大妈的老伴都过世有三年了 罗大爷的突然发问给张大妈整懵了 你给我整懵了 我爱人 我是丧偶的 我老公没了 我就问我说 我老公没了 刚才以为你离婚的 他不找离婚的 其实罗大爷也只想找个丧偶的 张大妈的回答让他更加满意了 接下来 张大妈的一个提问 让两人对彼此的好感度 又加了大大的一分 你抽烟吗 抽烟不喝酒 太好了 太好了 抽烟喝酒我喝不着 不会 不会 嗯 我就想找一个说心里话 就想找一个实在在能过日子的 啊 哈哈哈哈 俩人度过 奔奔奔奔的是吧 对 奔奔奔奔 俩人度过后半生 很快一桌子的菜和香喷喷的饺子已经上桌了 尝尝那个一手一 菜的泡泡碎 这炒得还行 我不知道行不行 行 挺好的啊 好吃不 好吃 比你做的呢 我能得行 他做的还行 挺好的 张大妈做的菜都符合罗大爷的口味 这回他真的有口福了 眼看相亲渐入家境 没想到罗大爷却提出一个顾虑来 那个我就害怕 姐姐女儿有不同意的想法 这个我想问他女儿同意 我同意不同意 原来罗大爷怕张大妈的女儿 不支持张大妈找老伴 为了让罗大爷放心 张大妈当场就给女儿打电话 爱妈 哎呀 等一会儿啊 今天的啥 你要跟你说话 哎姐 我是姐姐 你来输家了 然后两个人订个面 啊 然后演员啥都挺好的 啊 然后俩人都好多共同点 俩人都决定 触触看 摸摸摸摸看看咋样 那张大妈的闺女会有啥反应呢 咱那头一定是支持的是不是啊 嗯 对 嗯 大家都好好相复是不是啊 好了找个香香一香半半 反正然后我们子女也不给他们添马分 我们家没有认出的 也没有任何要求 听了张大妈的女儿的一番话后 罗大爷激动的落下幸福的眼泪 两人都决定要好好的处下去 最后两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大家觉得这两人会是真正的一家人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评论区留言讨论区留言团